大家好,我是小花江 今天呢我们做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工作 我身边呢还剩两盆的这个富贵叶子 叶子呢非常像这个竹的叶子一样 其实呢它属于这个棕榈棵植物 这一棵植物呢与这个绣针叶子啊 还有这个扇尾葵呢外形呢是十分相似 这也导致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呢 认为它属于这个扇尾葵 有的也认为是这个凤尾竹 其实呢是不同样的一个植物 这种植物呢相对是比较耐寒 今天呢届室呢我给它进行导栽一下 这是我选择的这个高桶花盆 因为高桶花盆呢可以凸显这一棵植物 让它显得更加大 让它显得比较值钱的样子 因为花盆过深 弊端呢也是非常明显 就是底下呢容易积水 底下呢一定要铺上这个顺水层 因为我这现有的比较省钱的 还是这个松针 我直接呢用这个松针的铺在花盆底部 也是超级好的 棕盆的技巧呢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轻拍花盆 直接把花盆撕掉 但是干了时间长了 我有一套的这个换盆技巧 直接放倒 放倒之后呢 脚步轻踩花盆底部 一下两下三下 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根系呢是超级发达的 这种植物呢也是超级吃土的 为了让它呢更快的长住根部呢 底下呢尽量松根 松根的方法呢也是超简单 直接拿铲子铲掉就可以了 现在呢说一下这个配土 配土呢因为我现在呢只有这个圆土 还有这个松针 我们就用圆土和松针呢一比一参半一下就行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他机制进行参半 我们填土 把花呢放到里边进行围土就行 边缘呢一定要按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岛边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现在就进行浇水 浇水呢第一边水一定要浇头 这就叫定根水 养花的都应该知道 这个植物呢是非常喜欢水分的 后期呢一定要勤浇水 即使在冬天呢也要勤浇水 土制干透之后啊 我们就立刻的进行浇水 如果啊盆土长期干旱的话 这种植物呢会出现这个干边干尖的情况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比如这个暴晒 空气干燥 再或者喝斑病都会导致干尖 但是如果水肥充足跟上的话 一般的不太容易出现这个干尖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也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你喜欢养花的话 可以在下方呢进行留言 这边呢也会和大家呢进行一个探讨 我们下次见 拜拜